原来关心到苗栗县后龙镇山边 马祖庙 青海宫以及南青宫等等庙宇 日前突然遭到一名陌生男子入侵 利用凌晨无人祭拜之际 分别是在天宫炉还有马祖炉内 焚烧符址还倒入并不明的液体 庙房怀疑被人恶意搞破坏 而警方接获通报 已经掌握来自彰化的男子嫌疑重大 以法科处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把这张符烧在天宫炉里面 男子趁着深夜夜深人静 收持一把短剑来到庙内的天宫炉前 焚烧符址之后把剑插入炉内 口中还念念有词一字在施法咒 最后更把不明议题倒入天宫炉内 根据调查至少有后龙镇 山边马祖庙 青海宫和南青宫等庙宇受害 他就带剑 带草木剑来 还要烧服务纸 倒这个服务水 当然会很不舒服啊 这有点在就是对神明的泄妇啊 信托柯店前往参拜 发现香炉内的香灰都已经结成块状 得知庙宇遭人入侵恶稿 如此怪异的举动 疑似故意亵渎神明气得报警 那初步清查有三间庙宇有上处情形 经调液相关的监视器 及采集现场激证 已锁定名男性特地嫌犯在这期中 警方锁定彰化一名男子涉嫌重大 调查发现这名男子以往 也曾经在外县市的公庙有类似举动 至于动机围壳还要进一步了解 但警方强调 对庙团 教堂 坟墓等场所 由公然侮辱行为 依法可处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呼吁民众切勿以身释法 纸张新杰苗栗报道